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怎樣畫眉 我之前是漂過眉的 但已經掉到七七八八了 你會見到我左邊和右邊是有點高低眉的問題 以及深淺度也不同 平時我都是用眉筆多過眉粉 因為我覺得眉筆是比較長的 我畫眉通常會由眉頭開始 先補頭 然後再畫 平衡兩邊的眉 所以你會見到我右邊是畫得重手的左邊 其實畫你喜歡的眉型就可以了 我比較喜歡眉尾是很尖的一種 然後我會用一個螺旋掃來滾開 這樣就不會太深色和不自然了 把眉上色都還要留著 通常上渦經時已經心滿意足了 如果這是想再上一層樓 pace 就用遮瑕膏塗在眉模的東西周圍 然後安眉它會演出 一個來畫建清打亮片跟高級 nurturing 更靜力一點的效果 希望你喜歡我這次的小小的分享 我會繼續拿來拍片 拜拜